我們記者會就即將準備要開始 各位媒體朋友以及現場的來聽同大家早安 謝謝大家今天早上來參加民間司改會所舉辦的 當警察嫌犯以及民眾被迫成為演員 警方製作礙語鐵顯影片違反偵查不公開的這個記者會 那偵查不公開這一個議題這一個問題其實已經存在很久了 那因為一直無法解決所以也在去年的司改國事會議上 特別有一個分組來討論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在2016年民間司改會的網路的司法問題蒐集當中 偵查不公開影響的公平審判的問題是前兩年最嚴重的司法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都非常的嚴肅 而且也非常的痛心是為什麼這麼長久以來這個事情始終無法獲得解決 那我們很遺憾的是在司改國事會議後的決議 是要求所有涉及這個議題的包括檢警調等等 以及媒體都要為這個議題做一些後續的決議的這個落實 包括可能警方檢警調都要公開 並期的公開違反正常不公開的案例以及之後究責的這些調查的報告 但是我們目前都還沒有看到 反而在網路上看到一支支不斷的發出來的影片 而且甚至是由警方所自行製作的 他們現在已經把自己作為一個自媒體 在製作這樣的影像放在網路上瘋傳 那我們對於這樣的現象已經研究了一陣子了 那我們也在今天要為這樣子的問題說出我們的訴求 那希望在今天這個記者會後 我們也會在跟官方這邊來做聯繫勾統要求改善 那在記者會的現場 我們首先先請我們民間司改會偵查不公開小組的召集人 也是我們的常務執行委員 施洪成律師 那施律師要為我們播放的兩支 我們在網路上找到的這個愛與鐵協的影片 然後針對這個影片來說明為什麼這個當中會有違法的問題 那之後我們也會再請現場的來賓來跟我們說明我們今天記者會的訴求 那首先就先邀請施洪成律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們就直接進入愛與鐵協系列的影片來做分享 這兩個都是在網路上點閱率都破百萬的這個影片 那可是這部分的影片都呈現了我們認為 就是我們之後會提出我們相關的這個訴求來講都有違反這些規定 那這部分我們是不是就先請我們這邊先播放這兩支影片 之後我再就兩支影片再跟大家做說明 我才會別人只需要第五支影片 後來都是兩支影片再發明 後來是這一支影片 我可以理會你 我可以理會你 要錄影 我可以錄影 我可以錄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看看 你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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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够了 你够的 你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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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嗎? 你拿《蝶蝶》你拿《蝶蝶》 怎麼都這樣就刺激了 你拿個《蝶蝶》 你拿個《蝶蝶》 你拿個肯定樣, 你拿一個肯定 今天的肯定 你拿個肯定 在吞吊 Liebeитель譜 我姊你跟妳說我 妳怪你 我姊妳 妳的人我 妳笑什麼 妳走 買錢 在元西沒有注意 真的沒注意啦 真的沒注意 好 放棄 你們把你撿不住 好 放棄 你們把你撿不住 起來啦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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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你也沒辦法 從一口再拿出來了 我跟你講 沒關係 所有公園錄影 不用打 不用打 太特別啦 你要放棄嗎 還給我 來用來給他們聽話 給他們聽話 不要我先把你撿開 那些開艇 我把你撿開 不然你撿開 在外國 摂著自己的 好乾呀 你撿開 我撿開 這次影片其實就是警方目前來講 就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他們利用所謂的密錄器還有行得紀錄器 甚至是他們就接口的 就是大樓監視錄影器來做一個剪輯 作為警方行銷的工具 但是這支影片其實已經呈現了非常多的問題 我們先到第一段監視錄影器的這個部分 就是入口監視 第一個大家可以從這個部分來看得到 這個應該是大樓監視錄影器 而不是警方自行攜帶所謂他們密錄器 或行車紀錄器的內容 我們的疑問是 為什麼警方他是用什麼方式 取得這大樓監視錄影器 假如說他取得監視錄影器偵查犯罪的時候 他為什麼可以再做行銷的 做新聞媒體行銷之用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換句話說他取得的目的 跟他使用的目的是不是符合法律的依據 我們第一個爭議 第二個部分 這樣再往前一點點 對 就大外哥那個 警方這邊表示他用大外哥制服嫌辦 可是下一段的時候他又說 犯罪嫌疑人有打他 可是其實老實說我們看這影片 我們看不出來所謂有打他的問題 可是他們警方的自殺已經先下下去了 畫面已經先下下去了 你為什麼要揍我 這些東西來講 警方他已經先入委屈 先訂了一個被告嫌疑人 他到底有沒有這罪情都還不確定 可是他已經先下了一個結論 第二個部分我們認為比較大的爭議的這個部分來講是 關於那個警方所謂有收 拿到毒品的這一塊 這個部分警方在上後 在對犯罪嫌疑人上手 其實我們認為他 其實這部分來講 警方的這個權力告知的這個部分 其實完全沒有做 那我認為這個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第四個 好就這一段 我們可以看 這邊你再播一下 這個是我們認為比較大的問題 他出來了 我跟你講 沒關係 可以再往前 可以再往前 你從一口 他出來了 我跟你講 沒關係 再往前 再往前 好 來 好 好 這個再往前 一點點 對 對 對 再往前 再往前 好 好 來 你看喔 警方這時候發現煙河掉出口 他的標題之下 發現口袋掉出盒子內的毒品 可是呢 警方這時候卻是手拿毒品 然後他下一個動作就把它放在地上 然後 再說這個是你口袋裡面掉出來 然後再用這個東西當作是一個收證的資料 那 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當你影片做這樣的剪輯下這樣的標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把事實的真相去做呈現 那你用這個東西來當作是你所謂的犯罪證據 還是是你當作刑效的東西 那假如說當作犯罪證據 那你這個明顯不合法 因為你這個部分來講 是你警方自己把所謂的毒品放在地上的 那你之後又認為說這個部分來講是你們收證所得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來講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欸 怎樣我們就連續放一下 一口袋拿出來了 我跟你講 對 然後員警正在說那個是你從口袋拿出來 但是我們很明顯看到是員警自己放下去 這個是第一段影片我們認為呈現的問題 那我們還會放第二支也是破百萬點閱率的影片 我們有幾個影片 我們有30分之間是 roaring 無限時會被 Explain 車牌 車牌 遇見 在路上蛇行 一隻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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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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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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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我警察 有沒有這一件事 你真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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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假笑啊 論警察都戰鬥拼 哈 來告知啊 你現在射檢防礙公務 你現在撞擊我 我對你攔檢 你對我是撞擊啊 射檢防礙公務 你有權保持成為無所謂之遺設為成熟 你可以請人去吃 如果低收穫中低收穫住你會請他 你懷疑到全懷疑服務者你可以解決吃 請人對調查的證據 提升法第一條可能會看到地方懷疑設計提升 這樣你的管理 你一包大片等著我回家 雙方都可以燒 好嗎 你酒等著你等著你真心的酒醋 你明白嗎 你好啊 腿就不會這樣啊 不會這樣比拐比拐了 一塊噴喔 對 不要這樣 來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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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啊 來這裡就剩一百多 要交回啊 1.29 這部分就是他最後的一個結尾 針對這個影片的部分 我們認為他呈現得非常大 我認為問題是更嚴重 第一個部分這個其實是 這個犯罪嫌疑人 他其實是一個王姓少年89年次 那即便以現在來講他大概是17、8歲 可是這個影片大概是一年多前 換句話說那個是16、17歲的時候 這個部分依照我們的少年事件處理法 其實少年犯的這個部分來講 他的資料全部都應該是隱蔽的 那當然啦 沒有錯 這個影片裡面他對少年有打馬賽克 但是其實我們從他的聲音、聲型特徵 認識他的朋友或是親人 其實都很容易可以辨別出來 那甚至假如說網友對這個特別有興趣 他甚至可以去漏搜這個少年 那這樣子來講 假如說我們的少年事件處理法裡面 他是要保護這個少年 不讓他的犯罪資料顯現的話 可是這個高層市政府警察局這個資料 一直到現在只一年多了都還繼續存在 換句話他可能是存在一輩子 那對於我們國家要保護少年令法目的來講 這個很明顯就是違背 那所以說我們認為這個部分來講 除了違反無懈推定的話 他其實更是已經是明顯的違法行為 那怎樣是不是從前面那個部分 我們這個明顯另外五秒有幾個部分來針對跟大家做說 直接就讀品愛的好了 這一個部分 大家有沒有注意看到 他們去調所謂密度器的這個畫面 換句話說 當員警在執行勤務的時候 他重視的其實是密度器的位置 到底有沒有錄到 而不是該怎麼去執行勤務 讓這個勤務更能夠順遂的進行 他要的是這個畫面 第二個部分 我們認為警方更神奇 跟之前那個毒品在地上的那個部分 一樣的特殊的地方 這個部分 我們看這個螢幕好 此時同仁發現一個毒品 然後警方就拿出毒品 可是假如這個畫面是連續的畫面 說真的我們看不出來 警方是哪邊有去做搜索的動作 是從哪個角度可以看出 所謂有搜尋到毒品的這個問題 換句話說 我們認為警方非常 從這兩個影片 我們都認為警方非常厲害 他們都出神入化都會搜出一包東西 然後這東西就叫做毒品 可是我們完全 前面那個影片 還可以得知警方自己放在地上 這個影片我們看過 我們完全不知道 警方從哪邊伸出所謂這一包東西出來 這個部分來講 我說這部分我們認為一定應該要不是經過剪輯 要不怕之前的搜證的部分 可能就是涉及違法的部分 他自己把它剪掉 可是這樣子來講 你捏造這個 就是你這個騙這個事實 應該說這不是事實 這是你們新聞所做的一個行銷的部分 可是當你播放出去的時候 大家先入為主 不論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甚至都還不知道有沒有經過起訴 就直接先入為主 認為這個是少年他已經有吸食 有持有毒品的這個問題 可是這東西都還沒有經過驗證 而且假如說用你這支影片來看的話 更難以去肯定說這個少年持有毒品的問題 好 那這目前來講 就單純做這兩支點閱率百萬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發現這幾個問題 那 這影片可以關掉 那回歸到我們司改會的立場 當警方變成自媒體的時候 我們認為他其實就是侵害到 第一個 他已經很明顯的違反無罪推定的原則 這個部分來講 通常警方他們自媒體的部分來講 通常來講 就我們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去確定說 到底是不是經過起訴 甚至後來是不是被判決有罪 可是他就直接先把他請教出去 而且先定義那些東西叫毒品 那些東西叫所謂的犯罪行為 第二個部分來講 我們認為說他侵害到被害人的 就是犯罪嫌疑的人的隱私權 第一個犯罪嫌疑他犯的犯罪 我們當然認為他應該要受懲處 可是他是不是需要經過這樣變成 警方行銷的工具 甚至這個部分來做為他一輩子 所謂的犯罪記錄存在 我們認為都是值得值得 第三個部分 針對警方用所謂的密錄器 用所謂的刑責記錄器 甚至透過警方偵查犯罪 所取得的一些監視器的錄影畫面 依照相關的法規規定 其實他應該是作為犯罪證訪的工具 或是說作為所謂有爭議檢舉的時候 作為釐清事實的真相的一個證據 可是以目前來講 這個東西卻被當作一個行銷的工具 這個部分來講 他的使用目的跟法源的依據是否相符 我們認為這些其實都是違反的 第四個部分 我們看到警方其實在做飛車追逐的動作 可是其實假如說就後面那一段影像 他其實應該是少年酒駕 煩停的時候沒有為停 當警方用這種飛車追逐的手段去做話 其實他們第一個 他們可能就是違反所謂警方 自己的酒後加車的作業規定的這個辦法 第二個部分 當警方要破除生命 以生命為對價 去做這種飛車追逐的動作來講 你去抓了也許是一個不成比例的犯罪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個不符合比例原則 最後一個部分來講 就我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認為 當警方把自己當作自媒體發布的時候 我們認為對所謂的新聞媒體來講 其實是一種傷害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認為新聞媒體跟警方 這兩個應該是不同的專業分工 警方他們偵查犯罪抓到犯罪嫌疑人 他們要呈現這個事實 可是這個行為的恰當與否 應該是交由新聞媒體 針對這個事實去做中立的評價 可是呢 當警方自己做新聞媒體去發布這個新聞來講的話 其實很簡單 從新聞媒體來講 你們永遠不會有獨家 因為獨家就在警方的手裡 第二個部分來講 針對警方他所發布的這些東西來講 我們新聞媒 我們各位新聞的同仁們 其實不會有所謂獨立評價的機會 我曾經有看過另外一支影片 不知道是在網路上 就是也是警方兩個遠景騎摩托車去追 追那個汽車的一個影片 他也追逐了十幾公里 最後那兩個遠景 直接為了要讓他車停下來 直接把機車撞上去 可是這時候其他的新聞媒體 他們做的一個評價是 我去採訪其他的資深遠景 認為說這兩個遠景這樣的行為 可能是一個盲夫的行為 把自己的生命置於不顧 可是假如說這個部分 變成所謂新聞愛與鐵血系列的時候 他只會呈現到所謂警方英勇的畫面 而不會去深思說 這個行為造成的評價後果是什麼 是不是符合所謂的比例原則 可是這新聞媒體可以做 可是當警方變成新聞媒體的時候 新聞媒體獨立 第四權的功能 他其實就被削弱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針對於說 我們司法會統計了相關的搜尋到的 所謂愛與鐵血系列影片的 這些作品的一些警察機關 大概總共有六個警察機關 大概每個都做了四十字以上的這些影片 另外我們針對 所以我們要求這些分局要立刻下架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就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製作這個愛與鐵血的系列片 正是我們目前來講警政署長陳嘉慶 在他任內去做發表的這些影片 然後他現在高升成我們現在的警政署署長 所以這些下面的各分局也都繼續仿效 但是我們要問警政署長以及這些分局 第一個你們以行政密錄器或是行政紀錄器監視畫面 這些影片製作這些影片的法源依據在哪邊 第二個我們要問你們警方在做這些影片的時候 是否有遵守所謂的個資法偵查不公開的作業辦法 或是警察機關偵辦刑案處理新聞處理陰型注意藥 以及警察機關執行使用微型攝影機 以及影音資料保管要點的這個規定 另外我們要問警方公布影片的時候 這個案件是不是起訴 那公布後這些定罪率如何 最後第四個我們要問 影片公開的時候有沒有取得當事人的同意 以及影片公開後有沒有通知當事人 最後一個我們要問 如果遇到當事人抗議的時候 警局是否有提供影片下架或是呈現的機制 以上這邊就是我的報告 謝謝施律師 那從剛才施宏成律師的說明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去理解 在警方的生態下 如果不是高層的要求 高層的要求或是烤機的需要的話 我們難以想像基層的員警在這麼辛勞的情況下 還要去這樣的剪輯收集影片 然後回應當小編 這個真的是他們需要做的工作 這個真的是我們期待我們的警察 為了公關為了警察執法的威信 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感謝 以及邀請到現職的員警 有兩位 那我們先邀請實名警員警 來為我們說明他的觀察跟看法 那這個影片之前其實我一直在講說 他是一個沒有愛也不鐵血的影片 第一個他的動機絕對不是愛 如果是因為愛他不會把 包括當事人災內還有員警的這一些 過程跟他的資訊都一直暴露在大眾的面前 因為我們知道說你出現在這個影片裡面 不管你是警方出了問題 像剛才這樣子被檢討 或者是當事人可能會被肉收 可能會被在網路上批評嘲笑 其實那都是一種霸凌 第二個他也不鐵血是為什麼呢 其實提供這些影片的同仁 其實你也要注意 很多的這個影片像我們剛才所看到的 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採取的是一個合法 或者是一個比較遵守我們原則的手段 也不一定 可能中間有一些執行的過程是 有違法的發動的要件 或者是像剛才可能一些在言語上面 情緒化的一些言詞 甚至跟對方爭吵 甚至是辱罵這種情況 其實你都入境了 並不是說你抓到這個歹徒 你就很貼血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很多我們警方自己的疏失 其實也同時暴露在大家的面前 那我講這個影片最大的問題 當然剛才律師有提到說 他有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到底他提供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有很多很多的面向 這個是所有在警察相關的議題裡面 最沒有爭議的 不管是在情理法各方面 把這樣的影片外網路上面 其實它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危機 那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危機就是 他的選擇權到底是誰的 譬如說我這個影片 今天我要選擇哪一段 我要剪哪一段 怎麼把它放到網路上面 做出這個決定的人到底是誰 你的選擇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了這麼多愛與貼血的影片 有沒有看過遠景出包的影片 有沒有看過遠景酒駕被抓的影片 有沒有看過遠景自己貪污 或者是違法被搜索的影片 被逮捕的影片 沒有 因為他只想告訴你 他想讓你知道的事情 甚至在同一段影片裡面 前面的前因後果 他也不剪 他剪那一段想要讓你看到的 這個就是裡面最可怕 也最大的問題 就是警察自己擔任媒體 那如果像這樣的影片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久了 大家不會再相信看你們這些影片的 因為你的影片永遠都是好的 永遠都是警察 都是英勇的 永遠都是警察 都是不會出問題的 但是可能嗎 不可能 所以久了之後 大家都把你這個當作茶餘 飯後的一些笑料來看 大家去看這些影片的評論 可是他就是個很好笑 或者是他那個警察 剛才講話什麼很台 什麼台語 或者是國語講不好之類的 所以他就變成是對雙方的當事人 一個霸凌的行為 而且其實他沒有聽過任何人的同意 所以我想這個是對於警察工作 對於民眾的一個信任度上面 最大的一個強害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是我們大家更應該要去把它 非常去重視的一個部分 就是愛與鐵血做久了 他不但沒有愛與鐵血 他把警察工作的一個信任 甚至以後你警察發表這些新聞 發表影片的信任度 通通都把它磨滅掉了 所以以後你警察簽什麼影片 大家都把它當作一個笑料在看的時候 那你警察工作的威信 不會因為這個影片去建立 那只會去慢慢磨滅你的信用 所以我想他的問題實在是非常的多 那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說真的這個要講 可能要講很多點 但裡面的問題太多了 所以我還是把它留給其他的人 再來講一下你們的問題好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邀請 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理事 蕭仁豪理事 來問我們發言 大家好 那個其實那個 石學長已經講差不多了 那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以下幾點 第一點 我覺得愛與鐵血這個系列 是對這個工作的侮辱 而為什麼這麼說 當警察當這麼久了 我們也知道我們跟犯罪行 犯罪行員的接觸 那犯罪它是一個 罪你犯罪的 但是我們都會知道它不是一個適合公開給大家看的東西 像我自己也抓過很多個案件 那其實 對我而言 對我而言 現實來講 抓你的案件 它是一個績效 但是我會覺得 在 不要講法 不要講禁 不要講法 不要講禮 但我會講情 它是一個非常私人的 它可能犯罪 但是它也許有某些苦衷 那它可能有某些個人的原因 那我一直很好奇說 我們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愛 跟什麼樣的鐵血 需要去把人家最深的床 把它挖出來給大眾看 是為了娛樂嗎 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這種行為是非常非常榮心的 就是它 我們不要講偵察不公開 這種法律上的東西 我們公司作為一個 我們是公務員 我們是照顧人民的一個職業 那你何必去做這樣的事情 對 這是以一種比較感性的角度來講 那以我們協會另外關注的點是說 就是像這樣的影片 它其實慢慢的有一點 我覺得它影響了基層員警的執法態度 就是它會不以為追車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但是就像剛剛講的 你騎車兩個人 兩台車去撞一台車 只為了把一個酒駕撞下來 那何必 你如果把人家撞死 撞成重傷 那你要負責嗎 這是非常非常高風險 這一直都是很高風險的行為 但是 隨著愛與鐵血 把這些危險事件的娛樂化 或是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很好笑的場景之後 大家就突然就忘記了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像我自己 我也有追過人 我也有不得不 用車去 去限制別人行動的機會 那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 其實我非常非常緊張 就你們絕對不會看到說 警察在這個影片中說 我覺得我做這個過程很緊張 大家只會覺得 喔好英勇喔 但是我們的想法 你們有沒有 你們在看這些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我們在追車 我們在把人壓在地上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很危險的 我覺得如果可以 我盡量不想遇到這種事情 但是這些影片 好像把警察當成 我不知道 我們面對危險 我們也不害怕 就是我們也不怕受傷 或也不怕死亡 那這樣子的影片 到底是想要讓我們成為什麼 我一直不能理解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就是最後最後 最後 愛與貼寫這個系列 我覺得它 需要 它是真的需要被下架的 因為它 已經完全的改變了 現在的警察的工作樣態 甚至已經我們看到有很多人 會 把自己工作時候的那個卷宗 甚至證據照片傳到網路上 做為個人的炫耀 那我覺得它 是有點違反 直接到這裡 我們做這個職業 我們有領薪水 那如果我們有 有所成就 有所成績的話 長官會給我們 會給我們那個獎勵 或者是甚至會有獎金 那我個人就覺得 這樣就夠了 那 不需要再去 拿別人的 也許是偶爾的小犯錯 或什麼 來做為裝點自己的存在 就是 就是那句 就是專門專那句話 何必拿別人的血 來暖自己 謝謝 謝謝 很好 那我們最後 請民間司改會總事長 林永宗律師 來為我們 做一個總結的說明 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們看到阿姨珪學 這樣的影片其實非常驚訝 在去年8月12號結束的 司法國事會議 有一組提到說 法院的法庭要不要直播 也引起有一些爭議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 其實還在討論 那你可以想像法庭是 大部分是公開的審理 除了少部分的不公開法庭以外 但是真實還是不公開 大家是都很清楚的 那法庭是公開的案件 是不是都可以直播 其實是有的討論 那這牽制到說 案件的當事人相關的 在法庭的活動 是不是要對外公開 這樣的話會不會有一些個子影視 這其實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但是不要忘記了 法庭還是兩兆武器平等 有機會能夠講清楚相對是這樣 可是偵查是不公開 這是法律民文規定 也是世界各國遵守的原則 尤其在偵查階段 一定是控方檢警調 當然是站在一方的立場 通常在這個時間點 檢警調是有很大的力量 那如果檢警調說得算 就不需要法院了 為什麼還要法院 這種社會制度為什麼還要法院 所以在這種法庭都不能直播 直播是不是可以直播 都還有一些商協 或者換我的情況之下 竟然我們偵查不公開的警察的單位 把阿姨貼血 一直上傳 然後成為遍地開花 這樣的現象 值得我們思考 在斯瓦特斯會 除了寡庭直播這件事情以外 正常不公開這件事情 剛才我們執行長也講 討論了很多 我們看過警察 或者是檢察單位 或者是調查局 他們可能以前的做法 就是開個記者會 然後或者把一些消息給媒體 媒體就報答 媒體跟警察相當好的關係 報導一些正常公開的事情 我們都覺得 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這個是不是因為要正常不公開 都還有一些質疑 目前當然還有 現在看起來媒體更辛苦了 乾脆自己當自媒體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很諷刺 為什麼諷刺 你去看最近在5月16號 今年的5月16號 行政院跟司法院有把司法國事會議 要87個大點要怎麼落實 有上網 各位都可以上網去查 其中有一個偵查不公開 有很多細項 其中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這個偵查不公開 就有規定 不管是法律或命令 這些規定裡面有沒有落實 各單位好多單位都寫說 如果違反的話 我們要怎麼調查 我們要怎麼公布 都講很多 那我就很不清楚就是說 警政署也寫的洋洋沙沙 那他自己 警察單位就自己 就公開這樣的 愛以鐵血 但現在各個單位 現在名稱不一樣 有基隆 新雲 台北破麗市 那名稱不一樣 Anyway 這個遍地開花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講說 事外改革 有些時候真的不用修 就立即可以做 可是不是沒有 不是沒有立即做 是立即就違反 就一直在違反 也都視露無睹 我們真的很想說 這樣的一個 司法國事會議 討論了一堆 但事實上一直在違反 這本身就公開在違反 不是說個別的警察 違反的情形 那我們要講去年 2017年9月19 內政部長葉俊龍 提名陳家欽為警政署署長 他原來是高雄市警察局局長 變成警政署署長 我們在這裡要問葉俊龍 他原來是教授 他是應該有人權的人 才對吧 他怎麼會用這樣的人 當署長 我們再講一次 葉俊龍部長 你用這樣的人當署長 是意味什麼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讓他改進 意味著是要把高雄市警察局 這樣的作法延伸下來嗎 屆史也延伸下來 看各單位 你看我們在香港的第二頁 各單位都在拚 聽說有更多的上網的這些影片 那麼在這裡面 我們也要被蔡英文總統喊話 《施法改革》 不是一個口號 也不是一個會議 也不是幾個法條 是這些規定要落實是重點 如果你們視露無睹 對這些警察單位 可以把這些影片這樣上網 然後這裡面影響是什麼 我想看我們的胸膏寫了很多 我只講一個例子 你可以想像如果警察可以這樣做 檢察官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那是不是法官也可以這樣做 律師也可以這樣做 世界不是大亂嗎 任何政府機關都可以把人民 在公權力行使 在機關行使的過程當中 都把它公佈可以嗎 這樣的隱私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講 回到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 偵查不公開 有很多理由 可能你剛才看那個網影片 萬一有共犯 會不會知道隱匿逃網 對不對有可能 也可能你是警方片段的說明 偵查不公開 其實有時候從一個角度是 我當然是對的 但是從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覺得媒體是有報導的權利 媒體是不是有資的權利 但是我們要講 在刑事案件偵查中就是不可以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污名國家 就是不可以 能夠開始報導 是在法庭起訴之後的事 在偵查隱私是不可以 那這個部分 制的權利一定被限制 媒體報導權利也被限制 你可以想像 我最後講一個在台南發生的事情 我想這我也可能聽過 我們曾經聽過一個新聞報導 就是說殺一個人也不會判死刑 這人很可惡 後來法官沒有判他死刑 那他就華籃 法官你怎麼沒有判這個人判死刑 他真的殺了一個人 結果後來法官 公開的在檢察官 訓問過程的觀點 事實上是這樣 這個人已經要放棄自己 他都不擋話 檢察官就跟他講說 你殺一個人不會判死刑 他已經要放棄了 他說啊 殺一個人不會判死刑 這句話跟檢察官 他們謊話出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那這樣如果偵查 警察階段 或者檢察官階段 就可以公開 甚至用影片這樣公開 以後片段的這些東西 會不會影響法官的判斷 法院全面性的判斷 可能因為會受到這個影響 無罪推進就破壞了 偵查公關也破壞了 這個是人權 小英總統你們團隊在施法改革推動 內政部長 你當然要重視治安 但也要注意人權 陳嘉欽署長 如果你願意下架改變這種策略 我們也接受 如果你不願意要繼續播放 那件事情可能要做到大家的公平 那我們也會檢視蔡英文總統 施法改革完真的完假的 內政部長提名這樣的署長 事不妥當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能夠下架這些影片 好 謝謝林永宋董事長 那最後說明一下就是 偵查不公開在檢警調 受到很嚴重違反的這個事件 其實監察院 監察委員也在調查中 所以我們今天除了召開記者會以外 我們也希望就是如果民眾有 因為偵查不公開的違反 而受害的案件的話 可以跟民間司改會的申訴中心聯繫 那我們也會把我們所搜集到所有的資料 再一併的送給監察委員 請他們也一併的調查 目前我們所搜集到的這些 包括影像 就警方有違反偵查不公開的事件 那因為今天會長一點實驗 剛才一開始沒有大家大合照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塗這個大合照 那不知道現場媒體朋友有什麼問題 要發問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先合照然後 好 謝謝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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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